第四道門 你好,歡迎你來到開啟天國人生的第四道門 真理之門 之前的三道門,我們分別說到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身份 我們會提到我們是一個新造的人 我們是神的兒女 以及我們是聖靈的居所 這一個是頭三道門 我們講到關於身份 而由第四道門,這一道門 五道門,我們會講到 在這個身份裏面 我們究竟行事為人會怎樣 特別我們講到我們的生活方式 即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會從五方面去看 包括真理 包括在討告 在敬拜 在一個能力的裏面 和一個智利的裏面 在這五道門 這五個單元當中 我們會講到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會比較 實際會提到 其實如果我是有這個身份 我是一個新造的人 我是神的兒女 其實有什麼可以活出來呢? 今次 今天 就開始 第一個講 就是真理之門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基督教有本聖經 是基督教的聖經 有六十六卷書 有新約和舊約 舊約有三十九卷書 由創世基督到馬拉基書 新約有二十七卷書 就是由馬太福音到啟示錄 很多基督徒都會說 其實我們要看聖經 做一個基督徒 裡面是神的話 是真理 甚至乎我們說話 引用聖經 或者我們講一些我們的看法 教導的時候 究竟我們都會看到 其實是否合乎聖經 我們所講的事情 究竟我們這個真理 這個聖經 是什麼來的呢? 有什麼功效的呢? 在提摩太后書三章 十六至十七節裡面 是這麼說的 他說聖經 都是神所密事的 於教訓、督摘、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 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我們的神是很樂意 去跟我們聊天的神 很喜歡告訴我們 是怎樣的神 我們要說 祂是一個不斷去啟示我們的神 即是把一些東西 揭開揭開 讓我們知道 因為之前也有提過 祂是我們的爸爸 天父 我們可以去到祂那裡 跟祂去聊天 祂又很喜歡說話給我們聽 而在過去裡面 神的啟示 臨到一些人 祂記下了 寫下 當中有些 便會變成我們裡面 神的說話的聖經 聖經的作用 剛才那一節經文 告訴我們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教訓我們 篤窄我們 篤窄我們 使我們學好 學正確的東西 學異究竟是怎樣 還有最重要的是 叫屬神的人 得以完全 是一個成長 成熟 原來這個話語 是這樣幫助我們 所以這個聖經 不單止是好像一個 歷史故事 記載神過去 很多做過的事情 那些祂的作為 描述到 祂這個神的屬性是怎樣 祂都是神的話語 很寶貴的 將祂的心意 向祂的子民 祂的兒女顯明 幫助我們去明白 我們神 究竟是怎樣的神 還有祂的準性 祂的法則是怎樣 很多時候 我們很想明白神 但是 我怎樣明白呢 其實最基本 我們可以看聖經 聖經 就是白字黑字 寫了很多關於神的東西 以及關於祂對我們 裡面有些什麼 很想我們去做 很想我們去學 很想我們去成長 其實神真的有一個標準 這個準性 在聖經裡面 可以去明白得到 所以 詩篇第119篇第11節裡面 這麼說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面 免得我得罪你 有時候我們 不知道究竟 怎樣做 但是聖經裡面 給了一個很基本 很清晰的指引 告訴他們 原來我們做些什麼 神會開心 做些什麼 可能我們這個天父 就會令祂覺得 有點不開心 所以詩篇第1篇 1至3節 都是這樣說 他說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道路 不助涉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路華律法 奏夜思想的人 就有福了 因為他好像一棵樹 災系溪水旁的當中 按時候就會結果止 葉子都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原來神的話 這本聖經 除了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有哪些事情 不好做 可能會令神不開心 得罪神 他還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不斷地 去讀這些神的話 用這些神的話 去餵養我們自己的生命 其實我們會有益處 我們會蒙福 我們會有力量 因為聖經就是我們生命的量 他給我們一個養分 以至幫助我們去成長 去結出一個果子 好像在聖靈之門裡面 我們也提到 原來有聖靈會幫助我們 結生命裡面的果子 但那些果子 需要一些養分 其中神的話 就是一個很寶貴的養分 馬太福音四章四節 耶穌是這樣說的 他說 經象記著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原來這一個 我們當然食物是很重要 給我們維生 我們可以生存得到 但是原來 神的話 都好像一個食物裡面 一個熟靈的糧食 給我們有力量 給我們可以成長 給我們有營養 給我們有power 因為神的話 本身就有一個力量 神的話本身就有一個權柄 如果我們將這些話 變成我們生命裡面的糧食 那個力量 我們的人都會有一個力量 都會有一個能力 所以神的話是這樣的幫助我們 在詩篇第119篇第105節 那裡這樣說 神的話 即是神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當我們迷失的時候 當我們有時徬徨 不知道怎樣 有個決定 都好像 應該可以怎樣做 很迷惘的時候 原來神的話 會幫到我們 神的話 會指引我們 當神的話 好像眼燈一樣 七黑一片前路 好像不知道 看不清楚 但神的話 突然間 就會成為一個光 成為一個燈 照亮我們 指引我們 走在一條 應該走在道路當中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真理 原來可以叫我們得自由 約翰福音8章32節 那裡這樣說 它說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 必叫你們得自由 原來這個自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我們成長的當中 可能我們接收了 或者根本就一些的理念 一些的價值觀 一些的信念 可能在我們生命裡 可能來自父母 家庭 來自長輩 來自學校 來自我們身處的社會 我們那些的同輩 同學 同事 老闆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很多東西 甚至乎這個世界 都不斷有很多的觀念 灌輸給我們 但是這些的觀念 這些的價值觀 是不是完全合乎真理呢? 或者真是神的真理很想 或者神很想 我們去接收的呢? 可能 未必全部都是 因為之前都有提過 如果撒旦 不斷在偷竊 殺害毀壞 他都將很多似是而非 或者扭曲了的 甚至乎是一些方話 放在我們生命裡 我們相信了 但是這些信在這麼多年來裡 可能一直在影響著我們 影響著我們什麼呢? 影響著我們不能夠 可能活出神的 應許給我們 那個furness 那個封城 但是神的話 有一個能力 幫我們去撥亂反正 幫我們把真的東西 取締回原本我們信的 可能只是扭曲了 或者甚至乎是假的東西 可能只是很簡單的東西 或者一句說話 你相信了 其實我的人沒有什麼用的 我的人做不到大事的 我的人沒有能力改變的 但其實這些不是真理 原來神對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好的意念 都告訴我們 是真的很寶貴的 真的有一個能力的 但這些是需要真理 去告訴我們 取代原本我們所信錯的東西 所以神的話 可以幫我們 過一個得性的生活 過去我們可能被很多東西 掣肘著 或者我們覺得 順了一些方話 令我們好像失去了能力 但是原來神的話 可以叫我們得性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overcomer 在耶穌面對試探的時候 抗野 撒旦都三次去試探耶穌 他都是用一些扭曲了的神的話 去試探耶穌 去挑戰耶穌 但耶穌是用一個真理 真的話 去勝過他 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 原來有一個盼望 當我們熟悉真的東西的時候 那些假的東西 是搖動不了我們 那些假的東西 是影響不了我們 那些假的東西 就不能夠再欺騙我們 所以世界裡面很多的聲音 但是神的話 卻是給我們 有一個指引 有一個盼望 還有一個力量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養成這個讀經的習慣 看聖經的習慣 用這個真理 去充滿在你的心思意念裡面 充滿在你的人裡面 以致你可以靠著這個真理 靠著給你一個能力 去過一個得盛的生活 謝謝大家